桃園的路边停车阁 很奇怪又很难停 因为发现在这个停车阁居然有一个路灯 插在停车阁里面 不管怎么停都会露出三分之一的车 在马路上 这民众就质疑 之前桃園也发生过 电线杆霸占了停车阁 最后台电还付了停车费 也移除了 这一次是不是能够比较办理 很多民众都在问 真的没看错 一根路灯就到啦 树立在这个路边的收费停车阁里头 这叫民众该怎么停车 不管是从前面还是从后面停 就是会有三分之一的车身跑到马路上 黑蒙蒙的路灯 让民众不小心保险感还会撞到 抱怨连连 我们这边经常有车子 往后退的时候 那后面的那个保险感 就严重的摩擦到 类似的情况 几个月前同样发生在桃园 仔细比对 一个是路灯 一个是电线杆 但是同样都插在停车阁里 让民众难以停车 更可能发生意外 之前台电设电线杆 说什么就是不移走 桃园县政府干脆将电线杆 视同一辆车 要台电付停车费 每小时20元 每天500元 累计一个半月下来 台电乖乖补缴将近2万元 并赶快将电线杆移除 反观这次的路灯虽然也是挡到车子停车 但是差别在于停车阁是在路灯盖好之后才设立 因此依照先后顺序 相公所表示应该是将停车阁滞销 路灯妨害到停车阁 因为停车阁是后面设的 所以应该是停车阁要作为修改 不管是先有路灯还是停车阁 民众能将车子安全停在白线内 恐怕才是大家比较迫切想解决的问题 中天新闻黄正华曾一清桃源采访报道